大家好 我是毛毅来自清华大学天文系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填补宇宙空白的记忆 我们知道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 那么大爆炸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准确地说是在138亿年前 宇宙处在一个极度高温高密度和高压强的状态 那么在这么高的温度下 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以电离态的基本粒子形式来存在 就是质子和电子 那么随着宇宙温度慢慢降低 那么这些物质就开始结合 在宇宙38万年的时候 那么质子和电子就开始结合成为中性的氢原子和氦原子 还有数量非常少的一些质量 稍微大一点点的元素 比如说碳元素 但是宇宙中绝大部分都是以氢原子和氦原子形式存在 那么在宇宙38万年的时候 光和这些氢原子和氦原子就开始脱离开 那么他们就可以从那个时候经过漫长的宇宙年龄 在今天被我们观测到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那么它实际上是对宇宙在38万年时候的 物质状态的一个惊鸿一瞥 那么我们今天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各个方向上它的温度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精度提高五个数量级 我们可以看到在非常小的起伏状态下 它实际上各个方向的温度还是有很小的差别的 那么这些亮点就代表了在那时候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那实际上也就是那些地方 它的密度物质密度也稍微高一点点 而蓝的地方是它的温度稍微低一点的地方 也是它那个地方密度稍微低一点的地方 那么就像温度起伏 它的差别只是在10的负四方 在那时候的密度起伏也是非常微小的 在10的负四方的亮机 但是这个极小的密度起伏 孕育了今天我们各种各样的物质结构 因为密的地方它会由于引力的作用 它会吸引更多的物质 会变得越来越密 就慢慢的形成星系团这些各种结构 而密度低的地方 它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很大的空洞 在这个空洞里面 那么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任何一个星系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通过星系寻天看到的近临宇宙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这些亮的地方 黄点就代表了一个星系 每一个黄点代表一个星系 那么这些星系它是抱团的 这些密的地方 它也会周围有密度比较高的星系 那么就形成一个一个的像网一样的结构 我们叫它宇宙网 而密度低的地方 像黑的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很大的空洞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微波背景辐射 看到宇宙38万年时候的那个样子 也可以通过星系寻天看到在今天 近临宇宙的各种星系各种非线性的结构 但是我们还缺乏观测手段 把这两之间连接在一起 宇宙是怎么演化的呢 我们现在仅仅有理论的推测 但是还没有观测的直接的证据 这就好像呢 我们在以前小的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 那么我们就是过一段时间被大人拽到照相馆 拍张照片放到相册里 那么我们看一个人的相册 就像爱因斯坦 我们看到它小时候一个小baby的样子 但是如果就直接看到最后一页 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伟人的样子 我们就会想知道 它是怎么从一个小baby成长成一个伟人的 对于宇宙来说也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它的婴儿期 和现在的成熟的成人期 那么中间这么漫长的空白的记忆 我们也想去寻找它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那么在理论上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推测 一个图像 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在宇宙38万年微波背景辐射形成之后 我们刚才说了宇宙中 所有的物质都是以这个中性氢原子 氦原子来存在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还没有星系形成 所以宇宙中是黑暗一片 这个时代就是黑暗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氢和氦 大概在宇宙一亿年的时候 我们才出现了第一代的星系 就是这些 这些蓝黄色的亮点 那么这些第一代星系发出的星光呢 它会 滑过黑暗的宇宙 我们叫宇宙进入了宇宙黎明 那么这些发出的星光 其中有一部分它的能量很高 它能够把原本是中性的氢原子 重新电离掉 也就是说把氢原子内部的电子给它打出去 那么这样子的话 这些氢原子又重新变成电离态的氢 那么就形成一个一个的炮状结构 就是在这些低带星系周围 首先形成它的电离氢 是一个一个的炮状结构 那么这些随着低带星系越来越多 这些炮就开始变大 电离的区域也会 就是代表越来越大 那慢慢的话 也会越来越多 慢慢的话 这些炮就会碰到一起 叫并合 就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炮 但就是形状不太规则了 那这些更大的炮 会越来越多的加入在一起 最后充施了整个宇宙 这时候宇宙这个电离过程就结束了 我们叫这个过程叫宇宙再电离 就是因为一开始宇宙 是在微波背景辐射形成之前 它是电离态的氢和氦 就是质子和电子 那么在黑暗时代 宇宙中的物质是成中性态 那么等到再电离过程 它把这些中性的原子再次电离 所以我们叫这个过程叫再电离时代 那么这个时候 大概在宇宙十一年的时候结束 在那之后呢 宇宙中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氢 都是以电离态的形式存在于宇宙 而只有很少很少的中性氢 还能够存在于星系内部 那么再往后呢 这个星系就开始继续形成 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宇宙 因此宇宙黎明和宇宙再电离 这个是个宇宙演化过程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也是今天我们要去讲的一个主题 我们想认识这个阶段 这是刚才我们对这个过程的一个理论推测 但是观测上我们怎么去看到它呢 这个非常非常难 原因是第一代星系 它不是那么亮 它呢又离我们很远 所以通过传统的这些光学 或者红外望远镜 很难直接看到这些第一代星系 那我们怎么办 别忘了 那个时候宇宙中充斥的是中性氢 这个卡通呢 就示意了当时的中性氢分布 就像我们有一种食品叫做瑞士奶酪 瑞士奶酪中间空洞的地方 就这些电离氢 它已经被电离了 成一个炮状结构 周围的黄色区域就是中性氢 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某种手段 看到中性氢的话 我们就能直观地看到宇宙再电离的过程 但是中性氢是很难被看测到的 原因是那个时候的温度已经很低了 所以大部分的氢原子中的电子 都是处在能量最低的状态 它没有被激发 因此我们往常的那些谱线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别怕 这个大自然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宇宙 那就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办法去看到它 这个办法呢 就是我们人类想到的中性氢20厘米谱线 这个谱线是怎么形成的呢 打个比方 我们知道中性氢就是一个电子围绕着氢原子核 也就是一个质子来旋转 这就好像月亮围绕地球在公转一样 那么同时呢 就好像月亮和地球都还有自转 那么电子和质子也都有自转 我们叫它自旋 电子的自旋和质子的自旋 之间其实有微弱的相互作用 那当它转动的时候 如果它的自旋方向 电子的自然方向发生了反转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发出一个能量很低的光 它的波长在21厘米 那这个光我们叫它20厘米谱线 这个图呢是我们用数值模拟 合成得到的 通过20厘米看到的宇宙的样子 因此你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的地方就是 没有20厘米信号的地方 那就代表了这个区域 宇宙已经被电离了 成了一个炮装结构 而黄色的区域是代表 这宇宙还没有被电离 就是还是中性的地方 它有20厘米 我们可以通过20厘米谱线 能够看到它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通过20厘米谱线 原则上我们能够重现出宇宙 一开始中性到慢慢出现了 低带星系形成了这些炮装的 电离性的区域 再到后来 宇宙慢慢全部被电离了 这个整个的过程 因此21普线对于宇宙在哪里 是非常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但是21普线还是非常难被探测到的 下面我讲为什么 我们讲讲这个历史吧 21厘米普线是怎么看到的 和其他普线不一样 其他普线呢 是在上个世纪早期 现在实验室里被探测到 然后在通过对它理论解释的过程中 发展了量子力学 慢慢别人理解了 为什么清的这些普线是这样子的 到1945年的时候 这个量子力学大厦已经基本形成了 那么这时候 这个荷兰科学家湾德赫斯 当时的老师 Yan Oates给他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想寻找射电波段 有没有一个普线 因为在当时射电波段 只看到连续普 没有一个特殊的普线 而普线呢 对于物理学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那么意思 Yan Oates就问 能不能从理论上去寻找出 这么一个普线 那它还真的 它去寻找了 有哪些效应 是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的 它就想到了 这个原子和质子和这个电子 自旋之间的效果作用 能够引发这个21厘米普线 因此1945年 它做了这个理论语言 大家都很兴奋 然后他们的这个科技组 就开始去实验中去寻找它 那么在实验室是看不到的 因为这个普线的几率 这个跃迁的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此你在实验室 是看不到这个21厘米普线的 那我们去哪里看呢 没关系 我们去天上看 因为宇宙中最不缺的 就是氢原子 所以即使你看很小很小 一片天区 也包含了足够多 足够数量足够巨大的氢原子 其中能够能够发射出 21厘米普线 因此他们就往天上看 但是他们这个理论做得很好 这个技术好像稍微差一点 包括后来他们实验室 据说发生了一次火灾 所以这些很多一组 都造成他们最后无共而返 那么时间到了1951年 这个美国哈佛大学的 物理学家 Pursell 那他带了他学生Evan 去开始去寻找20厘米普线 那么他们是做实验出身的 所以他们这方面很强 这Evan发明了一个 号角状的一个阶楼天线 就很大一层楼高 然后呢他们使用了一些 当时非常先进的这个数据收集 以及处理处理办法 结果他们不到三个月 他们就找到了 看到了来自银河系的20厘米普线 第一次看到这个20厘米普线 号角状的这个阶楼天线 现在还保存在美国国家设点天文台 那这个幸福来得太快了 有时候经常让人不知所措 Evan他就怀疑自己 是不是哪做错了呀 而这时候这个 前面提到的这个Vanderhurst 他就正好来访问哈佛天文台 Pursell就说 你们两个去讨论讨论吧 对对作业 而这时候 他们俩就Evan和Vanderhurst 就一起对对对笔记 结果发现 不是Evan做错了 是Vanderhurst他们发现 他们哪里没有做对 这时候在Evan的同意下 Vanderhurst就给他老师 Yan O 打了一个越洋电话 很贵的越洋电话 但是呢 把这个技术告诉了荷兰的团队 结果在一个星期之内 这荷兰的团队就重复出了 这个20厘米普线的观测实验 看到了20厘米普线 然后呢 他们这两个团队 非常高兴地手拉着手 背靠背地在自然杂志上 发表了第一次看到 21厘米普线的这个论文 这个呢 也是20厘米普线的 那个发现历史 很不幸的是 在这之后呢 Persel和Evan就没有在 设定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Persel呢 他本身是一个物理学家 在这个方向呢 其实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相当于是他的业余爱好 那么在1952年 他就获得了 因为其他方向的发展 发现 他就获得了诺马尔奖 Evan毕业以后 就去了美国军防 但是呢 荷兰科学家 在这个方向上 是继续发展 那么第二年 Yan O 他们的组 就首次利用20厘米普线 做出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发现了 银河系的玄秘结构 就是通过20厘米普线 也能看到 信号强的地方 是成玄秘状的 那因此我们就推断出 银河系 它的外围 是成一个玄秘结构的 这是21厘米普线 在设定天文学的 第一次大发神威 那之后呢 这个荷兰 荷兰科学家 在设定天文学 就一发布的时候 是在今天 这个荷兰 是设定天文学的 一个重镇 顺便说一句 在当时 还有一个 澳大利亚的天文学 也去访问 这个哈佛天文台 那么他通过 间接的手段 也知道了 他这个技术 但是他回国以后 稍微慢一点 用了三个月时间 去重复出他们技术 然后在之后 他也继续发展了 这个设定天文 所以今天澳大利亚 也是设定天文的 一个重镇 那么所以在今天的 这个设定天文 利用20厘米普线 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非常常规的办法 但是用20厘米普线 去看 更早期的宇宙 还是非常困难的 这有很多因素 第一个因素 是我们人类自己的 自己的影响 就是我们人类生活中 用到的这些 手机 电视信号 收音信号 对讲机 这些都会 这些我们叫它 无线电波段 其实就是射电波段 那么它会对 射电天文的观测 造成极大的干扰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的 很多射电的 大望远镜 都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比如说 西奥拉利亚的沙漠 南非的沙漠 或者我们中国 新疆 或者贵州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人烟 人很多 但是经济不太 发达的地区 比如说印度 但是呢 即使你在这些 人很少的地方 射电环境 已经很好的地方 这个射电 地面的 无线电干扰 仍然是非常 非常头疼的问题 因此我们想 怎么去逃离 这些人类的干扰呢 那么就到月球上去 其实你在月球 面对地球的一方 你会发现 这个干扰还是很强 这因为射电 它的穿透力 是很强的 所以最好的射电 安静的地方 是在月球背面 那么中国和美国 都不约而同的 去发展了这个 在月球的背地点 或者是绕越轨道的背地点 去做20厘米观测的 这么一个实验的计划 中国这个计划 叫做超长波 天文观测阵列 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 陈元雷研究员 领导的这么一个团队 并且还有中国科学院 空间科学中心 和很多技术员 所支持的 这么一个 一个大的实验计划 那么即使我们 能够逃离出地球 有一个东西 仍然是逃离不了 就是银河系 很多科普说 我们 逃出银河系 到其他星系去 很难 那么银河系 它的影响 是逃避不了的 来自银河系中心 会有一个很强的 同步辐射 还有认质辐射 那么它的强度 大概是在 几千个毫克 到一万个毫克 左右 银河系之外 有很多射电星系 和射电星系团 它也会在这个波段 造成影响 它的强度 大概在 800到1000个毫克 的样子 而来自于更远的 宇宙再临近时代 20厘米信号 也就是我们想 看到的信号 仅仅只有几个毫克 因此你可以想象 来自宇宙再临近时代 的20厘米信号 需要克服 大概三到五个数量级 更强的一些 我们叫它前景污染 那么这个探测难度 就好像 这个安徒生童话里面 那个豌豆公主 她睡在 十层 这个天鹅绒的被子上 和十层天鹅绒的褥子上 还能够被它底下 放的一颗豌豆 给个疼了 那当然这个童话 是想讽刺 那个公主 太娇气了 但是我们的 20厘米观测 其实就是要 这么娇气的 这么灵敏的 这个观测手段 观测仪器 还有数据分析办法 这样才能 我们通过 三到五个数量级 那么强的前景 前景污染 能够看到 在它底下放的 那颗豌豆大小的 信号 20厘米信号 所以它的观测 也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们要有信心 这个 这是全球 所有科学家 面临的挑战 我们是能够 未来是能够解决 这个问题的 那么20厘米观测呢 它的观测 办法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用单天线 就用很简单的 单天线 去探测 20厘米信号 那么它好处是 非常小 非常便于移动 那么 它的坏处呢 就是 一个呢 是它的分辨率很低 我不知道这个光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我只能看到 这个全天平均的 这个20厘米信号 随着频率 变化的 这个曲线 另外一种呢 就是 如果我想提高 它的分辨率 那光靠增加这个 那我就得增加 这个天线的大小 但这个天线大小 是不太容易增加 还是有极限的 所以人们想到的办法 就是把两个天线之间 两两做干涉 那么这样的就形成 这种 涉电干涉阵列 通过这种 很大型的 涉电干涉阵列 我们能够提高分辨率 但它的缺点呢 是它的灵敏度 降低了 所以呢 这种低带的 涉电干涉阵列呢 它原则上 它的灵敏度 只能测量 这些信号的 统计起伏 就是它的 在统计上 它的大小 那么这个实验呢 这些实验呢 包括 我们中国的21CMA 是放在中国新疆 是由 中国和世界国家天台的 五相评院是领导的 那么 和其他实验一样 很不幸 这些第一代 观的实验 它的灵敏度 都不够高 所以还没有看到 来自于宇宙再联时代的 20厘米信号的 统计起伏 所以怎么办 那就造更大的望远镜 这样子的话 就需要国际合作 那么 未来的第二代 涉电干涉阵列 计划有两个 一个呢 是中国参与的 有14个国家 一起合作的 这么一个 叫做平方公里阵列 望远镜 SKA 这个耗资也是 极其巨大的 大概有157亿欧元的 另外一个实验呢 是美国主导的 一个实验 叫做Hero 原则上 这两个实验 它的灵敏度 都能够在 未来5到10年后 看到来自宇宙再联系 时代的 20厘米信号 它的统计起伏 那同时呢 SKA 就是中国参与的 这个实验 它的灵敏度更高 它能够看到 来自 再联系时代的 图像信息 那么 这个图呢 就总结了一下 我们20厘米 它信号 原则上有 平均信号 有统计起伏信号 还有图像信号 那么 这些信号 它有各自有各自的特征 那么 放在一起 我们就能够对宇宙 从低带 星系的形成 进入到宇宙的黎明 再到宇宙开始加热 再到最后开始 电离 整个过程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图像 我们能直接看到 而不是猜测 宇宙演化的整个历史 下面 我想做一个展望 就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 来自宇宙 黎明和再联系时代的 20厘米信号 但是呢 这将是 未来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宇宙学发展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前沿 就好像上世纪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宇宙微温背景辐射的 发展 极大推动了宇宙学的发展 那么从中诞生了 两次诺宝奖一样 那么在未来 对宇宙黎明和再联系 探测的 20厘米观测 也将能极大推动 宇宙学的发展 并且我们也有理由 相信能够产生 更多的诺贝尔吉的成果 最后是我的一些 个人想法 就是经常有人问我 你做这个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这个最大的意义 就是去回答 一个重要哲学问题 就是 人类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那么作为宇宙学家 我们要回答的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宇宙 是怎么起源 怎么发展 一直到今天的 这是我今天报告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